好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男嘉宗 民国113年2024年2月27日 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长时间 我都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因素 这些主题放在这个地方 方便大家摄取一些医疗养生保健 医学的新知 人马反正健康最重要 什么事情 他每件事情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一定要有 健康最重要 好那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好 那今天当你听到节目的时候 明天是二二八假期 是放假的 所以可以开始轻松的稍微 这个星期会过得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多了一个假期的关系 好星期二的时间来 今天我们访问的来宾 星期二除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我会排表定的是科学人杂志的单元 这是非得早餐的特色 长时间来从科学杂志创刊之后 就一直保留着这个单元 另外每个月会有一回是潘怀宗老师的医学新知 其他就是说两到三周的时间 会来到非得早餐的现场的多半都是台湾的各科别的名医 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他要来台北一趟的其实是蛮远的 大部分时间他工作跟他的教学都在花脸 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把我们的来宾请来 这本书叫做麻醉医师的多重宇宙 从行医到御医 御医就是培育了 培育医师 因为他在医学院里面教书 从行医到御医 陈中英教授的医者人生 书是心灵工坊出版 在我们现场的现在是慈基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陈中英陈院长欢迎 汤竹生好 各位听众 请我听众大家好 陈中英他除了是慈基大学的医学院的院长之外 也是慈基医院的副院长 陈中英是彰化人 对我是彰化田中人 这个我有点不理解 我看到陈中英跟陈中英讲话的时候 我闻到草根的味道 我应该没有彰化的腔 我妹妹好像比较有 因为他们跟我说彰化人讲话 第四声会拉高 这样 我不知道 因为我学不来 好吧好吧 反正的陈中英的是彰化人 可能是我高中就到台北去了 所以就 一路上 所以说我说幸好 虽然名字很难写 不过书内的很好 但是后来你学医 然后两件事我问你 因为你是麻醉专科 你即使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 你在John Hopkins 对不对 对我在John Hopkins 你在John Hopkins 你都选择了麻醉的专业 为什么 其实到John Hopkins的时候 算是有一点在专业的在进修 所以原本在台湾 我就已经是一个麻醉专科医师 你是台北医学院吗 对 我是台北医学院一学系毕业 那当时会选麻醉 是因为 第一个我是公费生 我是政府卫物部的公费生 OK 那公费生当时那个政策 有限制吗 他有限制 这样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的公费生分成四组 所谓自由选科组 基层下乡组 那还有内外父儿组 或者是叫做特殊科组 那其实我本来对儿科 内科都也都很有兴趣 可是我很明确了解 我自己喜欢做教学研究 所以我想要留在医学中心 那选一选以后 按照我自己的成绩又是中等 所以我后来选了一个麻醉科 可以留在医学中心 因为那个六年服务 还六年的义务 你都可以留在医学中心 那如果你是内外父儿科 这些基层组 你两年以后 你就按照政府的要求 要到政府分派的 以前叫省力医院 或者是卫生所 就像阳明以前的公费生 他们也是需要到卫生所 所以如果两年以后 就要下乡到卫生所 或者是省力医院 我自己的评估是因为 我大概不太容易 再回到医学中心 如果在那边做开业的诊所 可能就往那个方向去发展而已 所以我自己选择 我要留在医学中心 所以你会想要做研究 因为其实在 实习医学生的时代 你就会有看到 在学习的老师的治疗病人过程 你会发现一些问题 那你就会想要 有没有什么方的研究 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去改善 所以才会觉得 做研究还蛮有兴趣的 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想要留在医学中心 主要是这样子 你知道我 我这样讲不知道 对不对 我觉得 我觉得大部分的医病关系 特别是病人 当他面临到开刀 需要麻醉的时候 面临到开刀的时候 他可能会对于他自己的病症 对于他的组织医师 或者说手术的医师 他大概会 会 会主观上面会认为 这很重要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麻醉医师 大部分的病人 对麻醉医师是不熟悉的 是的 甚至于也不觉得 这个是很重要的 总是直觉上面来讲 就麻醉 就一针打下去 就睡早了 剩下的开刀 比较重要 所以不会觉得 麻醉医师很重要 好 那你为什么选这一科 我相信就是说 即使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这种的 对麻醉医师的角色 不是很了解的 这种的医病体系里面 那你为什么选择了麻醉 除了你刚刚讲的 公费背景以外 其实麻醉 在选择之前 我有去实习 在鼠立桃園院实习 那就像你刚刚提的 对大部分的印象都是 只要让病人睡着就好了 那其实在当病的时候 我开始考虑 真的要走麻醉的时候 就需要开始去阅读 相关的专业书籍 才发觉 其实我的老师告诉我的 后来简单讲 就是麻醉科医师 其实他是一个 内科医师的外科医师 或者叫外科医师的内科医师 因为他需要把病人的身上的 所有疾病的内科的一些情形 要自己很了解 但是他又必须 对外科要进行的手术 要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你要做两边的沟通 再加上自己麻醉的专业 去进行这样的麻醉 那大部分的病人不了解 是因为麻醉科医师工作 都在开套房里面 所以很少走到前面来面对病人 所以讲个笑话 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你几乎不会看到麻醉医师 所以以前 其实我选麻醉的时候 我的表哥也是一个妇产科医师 其实他对我选麻醉 就觉得不是很能够理解 因为那时候的人觉得 麻醉科 麻醉科不是一个医师 内外富儿才像一个医师 对呀 因为你内外富儿 可以出来自己开业 麻醉医师不能自己开业 后来走入以后 慢慢这些趋势的发展 才知道第一个 其实麻醉科医师 要读蛮多的书籍 因为他内科学的外科也要 那第二个是 麻醉科医师的手 要蛮够灵巧的 因为他需要做 蛮多救命的技术 包括放气管内管 维持病人的呼吸道 包括放中央静脉的导管等等 这也是麻醉医师做的 这个在手术房里面 你如果在紧急救命的时候 或者是你麻醉以后 病人不能呼吸 你都要帮他建置 呼吸内管的部分 这我都不知道 这些都是麻醉科医师在做的 所以他 我还以为你就只是进去 然后打一针就好了 所以我自己后来也才了解 麻醉科很重要 其实分工的关系 外科医师会往他的技术 跟手术方面去发展 那病人的生命现象 还有所有的事情 就变成是需要有另外一个伙伴 就是麻醉团队跟手术 开大房团队 大家一起来帮忙 所以生命现象 生命的监测 通通是麻醉科 这边要来辅助外科医师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麻醉完 麻醉以后 病人是没办法呼吸的 所以你需要用有一个气管内管 来帮助病人呼吸 那你要帮助病人呼吸 你的呼吸器 要怎么做调整 你麻醉科医师 就要去帮他调好 那外科医师在开刀的时候 如果碰到病人很会流血 大血管出血 那你要帮病人做好大的静脉点滴管 或者是中央静脉导管 你才有办法紧急的把血液输进去给病人 维持病人的生命生象等等 所以他其实跟外科医师是非常好的伙伴 只是过程当中 病人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是麻醉科医师在做的 没错 讲一个最近大家慢慢比较了解 尤其在医院 麻醉科医师很重要 就是我们最近这前两三年 不是那个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的感染 如果他今天要出到家屋病房 需要放置气管内管 谁是专家 麻醉科 所以医院就会希望是由麻醉科医师 来帮忙放新冠肺炎的病人 因为会比较快 然后又很快就可以建立呼吸道 那麻醉科医师的工具 现在已经是用影像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在一定的铺盖部之下 有一个洞口 我就可以把管子放进去 病人的咳嗽液或者是什么 他就不会喷到我身上来 我不会受到感染 那这部分 所以在新冠肺炎 插管有很多医院 都是邀请麻醉科医师去做 那当然麻醉科医师 还是要全副武装 那但是因为全副武装以后 如果手巧不够的话 就会拖延时间 你跟新冠肺炎病人 暴露的时间 接触的时间越久 你受到感染的机会 当然就会更大 所以帮病人建立这个气管内管 就落到麻醉科医师身上 很快就可以帮他建立起来 那我们讲说 麻醉科医师是 Doctor under the mask 也就是说因为他都在开刀房 所以他都要带着面罩 所以大家都并不清楚 你的麻醉科医师是长什么样 我给你讲 大部分的病人 病人的家属都会记着 组织医师跟开刀的医师 但是可能都不记得麻醉医师 甚至于在要开刀之前的时候 可能都不知道应该跟麻醉医师 做充分的沟通 但这个呢 其实手术前的麻醉医师的沟通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在这十几年来 台湾麻醉有进步到 目前所有的外科手术病人 你要做麻醉的方式 也就是说 时代在进步 麻醉科医师已经开始 需要走到前面来 每一个外科医师要做的手术 他有几个时间点 麻醉科医师需要去跟他做访试 第一个是 他开始有开设 所谓的麻醉访试门诊 所以病人要手术前 他可以到访试门诊 去了解他要进行的麻醉过程 或是需要的麻醉的东西 第二个是 如果他是来不及去访试门诊 或者是有一些行动不便 那他可以在住院的时候 由麻醉医师到病房 去跟他做访试 了解病人的状况 跟病人家属 跟病人做沟通 那第三种状况 是因为是急诊 急诊的手术进来 他没有时间再到病房 他就会直接要到开刀房 那这个时候 就只好在开刀房前 要进入手术房之前 麻醉医师才有机会 跟病人跟病人家属 做一个很简要的说明而已 所以大部分的常规手术 现在都需要做麻醉的方式 不只是说明 麻醉医师需要跟你做说明 同时他也要做一些询问 知道病人的状况 他固然可以从一些的医疗 记录当中看到一些 但是有一些是特别属于 就是说麻醉医师需要知道的 甚至小到一些 包括药物过敏等等 这些大概都要问的 麻醉本身当然也存在的风险 所以跟麻醉医师的沟通 其实是在一个完整的医疗 跟成功的医疗过程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是在过去 我们常常忽略这一部分 好在我们现场的今天 特别从花莲上来 借着这本书 因为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特别想访问它是因为 它是麻醉医师 那麻醉医师当院长的 应该也很少 对不对 目前医学院院长应该是只有我 对 就是因为我在想说 我坦白讲 当医学院院长 实际医院的医学院院长 当然很大牌 那大部分的一般的医疗体系里面 大概都是一些大科的医师 我不是说麻醉医师就很小 但是我是说过去传统的医疗体系 你们跟医病关系 麻醉科太被忽略了 但没关系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那慈济大学的医学院的院长 他同时也是呢 慈济医院的副院长 陈中英的陈院长 来进广告 回头之后 继续跟陈中英聊 麻醉医疗大学医学院的医学院的院长 同时也是慈济医院的副院长 那我刚刚我是很直白的讲 就是我刚问的那问题是很直觉的 就是各个医学院的院长 大部分都会是一些重量级的科 特别 你说就复幼了 就复儿了 或者什么心脏心脏科了 大概都是这些这些科 科别麻醉科 刚刚的陈中英的陈院长 也具体的讲 从从医学院角度来讲 你还想念念七年啊 你还是医学院的医学生啊 你还你还出国做了做了身照 有很完整的学学经历 可是选麻醉科 一定有很多人问你说 你为什么不选别的科 这个科呢 你将来你要自己开 开业要赚钱 对了 很现实的 他说当医生嘛 第一医生的第一位兵嘛 他觉得当医生呢 可以赚钱啊 可是麻醉科医师 一旦离开了大医院 就赚不到钱啊 这个部分倒是时代也已经改变了 真的吗 因为你现在到外面 如果有看到疼痛科 疼痛科医师 这是麻醉科医师 可以选择的一个 另外一个行业 OK 因为后来麻醉 所以其实除了在开大房里面的分更专的专科以外 比如说心脏手术麻醉专科 神经手术麻醉科 次专科 像我去Jones Hawking 就是我去学神经麻醉的次专科 那重症加护叫重症医学 次专科也有麻醉科医师选这个专业 那当然疼痛科也是麻醉科医师可以做的一个部分 像我的一个学生 他也是在慈祭的王博凯 疼痛科主任 我送他到美国学完 回来以后 他现在在花莲慈祭 就是看疼痛科门诊 他的病人有时候 我现在要挂他的诊 我也要排队 真的 当然他是对老师会有一点优待 那你说 那他如果真的退休或是离开大医院 他如果要 他其实也是可以开 那个就是开业 以看疼痛为主 我们确实有蛮多 过去我在陈大遇到的医师 他后来离开大医院 像去开诊所一样 他就以看疼痛为主的一个诊所这样 对因为在白色巨塔里面 他总是有很强的 说优越感 或者是 或者是这种的 大小之别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在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 我对于一些 明明的也是一样 同样念七年的医学院 出来之后呢 却选了一些 我认为比较冷门的科别的人 我我心里面是很尊敬很佩服的 譬如说去去选公位的 我认识一些好像像你们可能也认识像叶金川 杨智良他们这些人选了公位 我说选选公位你就就赚赚不到钱啊 以前我就问一下你干嘛呢 但是你就觉得是这些人他有他特特别的想想法跟他的热情 他觉得那件事情重要的 所以像你们这种就是说 这种大医院里面 但是呢选选这种的比较相对比较冷门科别的 你也知道其实你在医学体系里面或者医疗行政体系里面 你应该知道你选了这科别之后 你的发展是会受限制的 应该是说 比较有限吧 对不对 不过应该是说你自己行医的初心是什么 像我其实走麻醉 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做到这么 其实如果你可以好好的做麻醉 像我以前过去 我其实如果我是一个组织医师的时候 我的老师还有我这个学习过程 我一直认为做麻醉 可以把我要手术的那个病人做的 对 顾得非常好 他进来手术房 其实他对手术房是陌生的 他其实完全都不认识里面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戴着面那个口罩 那开胎房又特别冷 在要接受手术前 一个病人的心态 其实是很担心的 如果我是这个麻醉科医师 我可以提供他一定的了解 给他一定的支持 那我的目标就是让他 从进来手术房到出去 都是很安全的 经过这样的宿式 甚至你可以帮他做的是 术后他的疼痛 你能不能帮他控制好 所以如果他很舒服的 术后疼痛 很舒服的经历过 很安全的经历过这个手术 又能够很舒服的恢复 行过来到病房 那所以以前我的老师要求 我说如果你把一个病人照顾 从头到尾到恢复好 那那个叫做异术 所以术后的止痛啊 止痛针啊 这也都是麻醉科医师 手术后的话是麻醉科医师 可以做更好的止痛 因为这特别是在 在产妇对不对 产妇在手术后的疼痛 这也是麻醉科医师处理吗 产妇其实分两种 一种就是所谓自然生产 我们可以做所谓的减痛分娩 那另外一种就是剖腹产 剖腹产 那你剖腹产也可以做术后的止痛 那台湾其实早期对于减痛分娩 就是你自然产的接受路 比较没有那么高 可是因为大家对于生活要求 应该就是说 life quality的要求要越高 能够不痛 我为什么要痛 以前我们老一辈的人说 生孩子没疼 要怎么会疼 所以生产是要痛是自然的 但是像我太太 我们家生两个小孩 都是我自己帮她做减痛分娩的 所以过程当中 其实她并没有感到有疼痛的感觉 那台湾现在也都退这个部分了 只是她在健保来说 毕竟她不属于 她是省于你额外想要更好的品质 所以她变成是自费 那你可以让麻醉科医师跟妇产科医师合作 把减痛分娩的部分做得很好 你在生产过程可以 也是很舒适的把孩子生下来 那剖腹产你术后一样也会有疼痛的感觉 你一样可以在做麻醉的时候 同时加入术后的止痛的一些药剂 那她到病房或到恢复室的时候 其实她也不会感到手术后的疼痛 那到病房以后 她如果可以及早下床 其实她很快就可以看到她自己的小孩 所以术后的止痛 其实对吗 这可以是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一门的次专科的学习 好在我们现场的陈中英 慈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也是慈济医院的副院长 我帮病人问个问题 就是如果今天我要开刀了 我应该跟麻醉医师沟通什么 你麻醉医师如果做手术前的咨询的时候 你会问病人什么 哪一些是一定要问的 通常我们会跟病人询问的是 第一个你过去有没有什么样的过敏的疾病 过敏是第一个 过敏的药物 或者是过敏的食物 过敏药物对我麻醉科的药物 是不是有相关的连结 这个我自己就会去思考 当然要从病人身上知道 到底哪一些药物你会过敏 第二个是你身上目前有哪一些疾病 譬如说现在我们的三高 很多人是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 那甚至有肾脏病等等 那我搜集到这些资讯 是我自己要去思考 你的糖尿病现在控制到什么样子 我在术中我需要再继续帮你把血糖控制好 你的术后长期的糖尿病病发症会延缓发生 就是会延缓让它不要出来 另外一个像高血压 你现在在吃什么样的血压控制 我可能要被相同的血压控制药物 在术中帮你把血压控制好 因为血压的高高低低 是容易出现一定的比例的并发症 比如说术中也有可能会中风 那你的血压控制的越好 我们手术当中就越安全 所以我会先了解 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 那像肾脏功能肝脏功能 因为你会牵扯到药物的代谢问题 我们需要用到的剂量多寡 我就会需要去了解 那你的行动方不方便 其实我会问堂主持人是说 你平常有在运动吗 你有去公园散步吗 还是你爬到几楼会喘 这个都是给我们有一个心理的评估说 他的平常身体状况是这样 因为接受手术是一个 算是一个压力的外来压力的来源 所以你的平常运动身体心脏的功能 如果你还可以跑步 表示你在紧急状况之下 其实都还不错 那这个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所以通常还是会问 有没有过敏药物 有没有什么过敏 那你目前的身体疾病是什么 那当然还会跟你做个简单的抽血 做个X光检查 知道你的肺部状况啊 或者是血液的状况 那因为如果要全身麻醉 我们会牵扯到要不要放置气管内管 所以我们会请你把牙齿张开 嘴巴张开 我们也会看看有没有假牙 牙龈是不是有问题 一望万一 所以大致上会有一个简略的身体 简单的询问 跟你过去的平常日常生活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不方便等等 这个就可以当作我们在座的 平常如果有喝酒或者酗酒的人 是不是比较不容易麻醉 喝酒其实他要分成是长期喝酒 还是他是一个急性的饮酒 如果他今天要手术前那一个 比如说有些病人是车祸来的 他前那个时间点 他可能一下子 当时他在聚餐喝了一大堆酒 那那个时候的酒就会增进 影响到麻醉效果 影响到麻醉我们就会减 因为那时候的酒精含量是高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麻醉药物会稍微减少 因为喝醉酒了嘛 已经比较不行了 但是他如果是长期喝酒的人 跟你讲我每天喝高粱一杯 或者是每天 这有影响吗 那个会有一点病人是耐受性的增强 对 所以这种长期喝酒的人 我们的麻醉药物有可能需要稍微调高一点 这种分寸很难抓 所以我们会去问病人你有没有喝酒 那你平常的喝酒量是怎么样 如果他是每天都喝的人 那可能真的会需要调高 但是如果他只是偶尔喝 那其实肝功能没有太大的影响 并不会造成我麻醉剂药有太大的差异 那刚刚提的 他如果现在才是急性给我喝了十杯 二十杯 甚至两罐或三罐这种急性的饮酒 那我们的麻醉药物要不要跳 甚至有些刀如果不挤车祸来 虽然他是受伤 可是他酒精喝了那么久 喝了那么多造成他昏迷不醒 那这个时候甚至我们会延后开刀 要等到他的手稍微醒一点 我们再来进行 因为他的手术状况并没有那么急的 生命有危险的话 你可能会需要等他稍微醒 为了避免你术后宿中 你术后总是要希望他还可以清醒回来 你要去区别到底是酒精还在作用 还是我的麻醉药物在作用 那你如果在急性期就做这样的麻醉 可能在术后醒过来的时候 有时候不容易区别 到底他没有醒过来是因为酒精呢 还是是因为麻醉药物 当然如果生命现象很紧急 当然还是要先进行手术 好 当然我们最好不要不需要开刀 不用到医院 但是如果自己或者是家人 你开三次刀 可能是不同的科别 不同的医师 不同的草道医师 但是你可能面对的是同一个麻醉科的医师 麻醉这件事情是你在面对医病关系的时候 非常容易被你忽略的 一方面你不认识他 甚至事后你 你可能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可是在你任何的手术的过程当中 他一定存在 所以对于麻醉有基本的认识 同时在手术之前的时候 一定要跟麻醉医师做很好的沟通 你才会有一个 让自己比较能够放得下心的手术 这真的非常重要 进广告 广告回头做今天很难得 因为这是他的专业 陈中英陈医师 他现在是慈基大学 花莲慈基大学的医学院的院长 同时也是慈基医院的副院长陈中英 那这本书麻醉医师的多重宇宙 从行医到御医 陈中英教授的医者人生 书是心灵工坊出版 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跟陈中英聊 非常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有关于陈中英的院长 陈中英他是慈基大学的医学院的院长 也是慈基医院的副院长 陈中英的陈院长的故事 他的行医的故事 这本书麻醉医师的多重宇宙 我从行医到御医 陈中英教授的医者人生 那心灵工坊出版 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 不过我要借着这个机会 特别强调 因为他是麻醉医师 是你在所有在医病关系 以及对医师的认识 最容易被你忽略的一个 可是他对你 他对你非常重要 但是容易被你忽略 好 现在的医疗体系 开始慢慢的知道 就是说和麻醉医师 的沟通以及麻醉医师的重要性 他们的专业度呢 跟在医疗体系里面的地位呢 大幅提高 不过我问一些呢 基本的该知道的问题 在统计上面 在手术台上麻醉座 醒不来的比例有多高 其实我们在做麻醉的时候 我们的品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都有这些统计数据 台湾的各医学中心 也都会把数据汇整到 麻醉医学会来做一个统计分析 那 呃 醒不过来 或者是说所谓重大死亡比例的话 台湾大概会是在十万分之五 到十万分之六左右 嗯 那在其他 呃 欧美国家 他们相对的比我们品质还要更好 嗯 那差别是在于 因为美国的麻醉科医师是我们的快五到十倍 哦 这么多 那我们台湾就像您刚开始一讲 那个麻醉科医师大家都不认识了 嗯 还有谁要走这一科 我我我讲 我我我这样讲 并并并没有要去贬义麻醉科医师 我是说这个是医病关系的现场啊 需要大幅改进的态度 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来 其实慢慢的走麻醉的医师也要也多 那他是呃 专门专心在你的手术当中照顾你的人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麻醉的呃 并发症跟品质这几年也一直在进步 嗯 那我们刚刚问到了病人的状况 其实我们就会有简单分类 把一个病人进行手术前分成五 呃五个等级 嗯 就是从第一等级到呃第二等级 基本上不会发生太多的 不会发生什么呃病发症 嗯 第三等级就会开始增加 那第四等级是呃 你今天这个本人病人本身就有很重大的疾病 嗯 譬如说他已经在呃洗肾 甚至他有心肌梗塞 嗯 其实他不做手术或不做麻醉 他本身的病发症也会随着他的疾病严重度而产生 嗯 那这样的病人来做麻醉 当然他发生病发症的机率也会相对提高 那第五等级的病人 其实我们简单讲就是 他进来手术是进来拼拼看的 像比如说车祸脑压受伤 嗯 你今天如果没有进来拼这个减压手术 把脑部打开减压 他其实是活不了的 可是他进来有机会可以抢救回来 所以第五等级的病人就是有一点类似 赌一赌看 赌一赌看 你不进来是没有机会的 可是我必须进来抢 像我们呃 COVID-19以后呃有发生肺酸塞的病人 嗯 你如果没有把他进来抢救的话 其实他可能就因为肺部的呼吸不行 很快就走了 可是他进来以后经过人工呃 体外循环机 还有加上素质进去 把那个血块在肺部的血管 统统清掉 哎 他还是有机会可能可以慢慢的恢复回来 我们有抢救过病人回来的 好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一个问题 我我刚刚我刚问了一半 就我刚讲的时候如果有酗酗的人 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注意到就台湾人指指痛药的使用量非常高 那因为麻麻醉跟疼痛感的控制是有很直接关系的 基本上面麻醉的必要性其实就就是在疼痛感的控制上面 那一个平常如果有惯性使用者 或者说我其实我我主观上我一直认为指指痛药常常被被滥用 那如果指痛药常常在使用的人 他会影响到麻醉的效果吗 你在你在手术的时候如何去控制这一点 基本上在原则上来说 平常在吃指痛药多的人确实是会影响到麻醉的效果 但是因为指痛到麻醉 事实上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区别 所以有些药物他只有指痛的效果 但是他不到麻醉的效果 而且做麻醉他是需要把睡眠 止痛肌肉松弛跟没有记忆 这几种的那你需要用几种药物混合起来来达到这样的麻醉程度 所以指痛药物对麻醉医师来说 因为还有一些药物是平常像特别的麻非类的止痛药物 平常的病人是拿不到的 所以他很少接触到这种止痛药物 所以在手术当中他比较不会发生耐受性的问题 那您刚刚提的止痛药物 其实台湾目前会跟欧美逐渐走向所谓的精准医疗 对麻醉科医师来说 未来如果精准医疗建立起来以后 我可能今天唐主持人进来做手术 所以说我透过你的精准医疗资料 我可能就可以知道 你今天对这种止痛药效果只有80% 我有参加精准医疗计划 你的止痛药只有这种药物 只有对你80%的止痛药 可是有另外一类 对你可能是100%的止痛效果 那对我麻醉医师来说 我就应该要选择对你更有利的 更有效的止痛药物 所以以后的精准医疗 其实包括哪一些药物 可能对你让你进入麻醉 药量少可是效果又好 那我就应该要选择那个部分 所以精准医疗以后会是每一个 Personalize 就是个人的精准化的医疗 好最后一题我们就一分钟 在在手手术的就麻醉这个科的时候 他其实有些自费选择项目对不对 病人应该要要选吗 为什么其实在经济许可之下 我们会建议你选 因为台湾的健保我们讲难听点是阳春面 可是你今天如果想要吃牛肉面 或者是比较好的材质 在健保的给付之下 它是没有办法给付的 所以我只好选 那就像我们在脑部做监测 我自己是觉得神经监测的部分来说 在健保局来说 他可能认为这不是在麻醉的标准监测里面 那我今天为了让病人更安全 我已经发展到可以监测 他在麻醉当中脑部的脑波 或者是对药物的敏感的监测数值都可以出来 可是他不属于健保 他健保认为这个不需要 当然你如果没有这个也一样可以进行麻醉 只是我今天多了监测脑波 监测脑部神经的部分 可以达到更安全 更全面一点 那可是对病人来说 如果他觉得他可以接受 这样子可以增加我的安全 我经济又负担的起 我当然就选择这一块 包括这次的自费项目 以及跟麻醉医师在肃前的沟通 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听完之后 除了认识陈中英认识此记之外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对于自己在手 如果不得已不自己 或者是家人面对手术的时候 肃前的沟通 以及你到底该沟通哪一些项目 以及对于自己有哪一些的属于你个人的因素 可能会影响到手术的效果 那这个都是在肃前沟通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认识自己的麻醉医师 做好充分的沟通 是你一个成功的手术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是是最常被你忽略掉的一环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 那非常感谢 特别从花莲上来 那慈济医院在花莲的慈济医院的副院长 同时现在也在慈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陈中英 陈运长 运长 感谢 好 谢谢 感谢大家 好 这本书 《心灵工坊》出版 麻醉医师的多重宇宙 那这个从行医到御医 陈中英教授的医者人生 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 来进广告 回到新闻 谢谢大家